兼野赤之获得投手最高荣誉泽村赏殊荣取自巨人推特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巨人王牌投手兼野赤之本纪叫出防御律1 59 17胜傲是杨莲群雄 他在今天通过5名悬卡委员圈票通过 效纳今年日本投手最高荣誉泽村赏 报回金杯和300万日元 约薪台币77万奖金 泽村赏林选标准分为7项15胜150k 10场以上玩头场次防御率2 50以下200G投球25场登板胜率达6成 这些标准仅供评选参考 兼野除了6场玩头187 一局意外其余5项全数达标 选考委员北别府学表示 兼野赤之担任新发投手防御律1 59是相当出色的成绩 在候选的投手名单中 西武王牌局持雄星也是热门人选 委员长窟内解释 过去也有过童年两人入选的例子 1966年村山石窟内横幅 2003年景川庆齐藤和四 不过这次五人一致认为选出最佳的艺人 也就是兼野 兼野获得泽村赏 也是继2002年上元号之后 智仁睽为15年再获奖 得到投手最高荣誉 兼野表示很感动 这永远是我渴望获得的奖项 我也想着挑战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这不仅是我的实力 也是一直在身后支持我的野手们 很感谢他们的帮忙 影像下一季也要请 他们多多指教